過幾早的 我真的一開我就傻眼了 大嫩會突然啪 突然亮起來 我們到二月結算電費 我們一到三個月喔 總共四千多塊 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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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靶 脫靶那時候我們在介紹論託的時候 不是大家一直問嗎 我自己是覺得 我這樣用起來 其實一開始覺得很順 好像用沒錯 但是我最近才發生的 因為我現在 突然去它上面那個螺絲的袖水 開始在滴下來了 就是我這樣轉下去 然後它上面的那個袖水 會往它那個旋轉的一樣噴 就是它會照那個噴 所以我再轉的同時 我的袖子會變成髒水的意思 因為你就是 給它洗完之後 你就給它倒放 它那些水都會這樣子一直流流流 但是如果我洗完之後 我給它平放 的話它就不會有這樣倒流的問題 反正我遇到的問題就跟大家講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就是個人使用的問題 沒錯 接下來第五個就是拖鞋 拖鞋的話 其實我自己穿了 我就覺得它很痛 因為它像是一格一格的 然後可能是我比較胖吧 反正不止我 我很多同事就是來的時候 他還是覺得很痛 它那個下面不是一格一格的話 那個濕濕的地板 欸我的腳居然會死掉 就是我的肉 已經擠出那個拖鞋的格子了 也太慘了吧 所以我覺得這拖鞋不能買 好貴喔 接下來下一個就是 電風扇 電風扇的話就是 我們最近有新買一個 就是無業的電扇 那它的菜錢真的很便宜 大概就是一兩千塊而已 只是它的聲音就是比較大聲 我現在只是滿意它的那個 夜間模式而已 喔 不然它清潭模式很像 你在廚房開臭烏煙機的聲音 真的有點雜 過幾早的 我真的一開我就傻眼了 但是我覺得它的質感真的還不錯 就是它的樣子啊 感覺就很漂亮 非常適合我們家 所以可能真的就是 如果你想要用比較小聲的話 就是價錢也要給它 對 一分錢一分貨 沒錯 只能這樣說了 接下來呢就是 廚房的上面沒有封 欸這個是我們有個朋友叫 彼得蓋瑞的Peter 他自己本身是設計師啦 他一來我們家的時候 他就看到我們廚房上面有個洞 他就說欸你們那時候 怎麼沒有把它封起來 我們後來是聽了他之後 才發現說對 如果我們不封起來 上面會擠很多灰塵 而且他說有時候會有油煙啊 那個油就會 那沒有油夠 對對對 他就是把它看到那麼多房子的 後果跟我們講 我們想說這應該要封 而且他說封那個好像 沒有多少錢 那幾千塊吧 所以我們應該之後 會把它封起來 下一個呢就是 廚房拉欄的配置 那藍配置就是我們實在是有太多那個 醬料的那個拉欄 那太多了 好幾格欸 但我覺得他如果變成像那種抽屜式的 會好一點點 我就可以放一些筷子啊等等 因為我們筷子也買得很多 所以就會變得說很像比較麻煩 我們現在也是有兩條啦 對 但是我們一條還沒用完 他只能放那個 細細長長的那種 就是要小一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要配置的時候 可以先確認好說你每一格會是什麼東西 也要確認說建廠他會附什麼東西 因為我就是沒有確認說他到底會給我什麼 下一個呢就是感應燈 感應燈其實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好的設計耶 真的嗎 就是我覺得一走過去 我的手如果抱東西他會自己開燈啊 對 還蠻好但是六一會怕 因為有時候我們大家民都在這裡 動物也都在我們這裡 但是會突然 突然亮起來 然後或是晚上睡覺 因為我們不會關門 因為動物會走一走去 他們要上廁所幹嘛 我們就沒有把臥室的那個門關起來 結果晚上的時候他們明明就在我們門外睡覺 然後那個燈自己亮起來 說真的 其實六一在跟我講之前 我都沒感覺 但他跟我講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那種怕怕的感覺出來了 就怪怪的啊 因為他太靈敏了 心裡你會產生很多不安全感 對所以我還是寧願自己清晴好一點 就按一下就好 但是如果大家是像我這樣的話 我還蠻推薦感應燈的耶 就是我真的是有時候會搬東西 因為你們一開始要搬家 一定會搬很多有的沒的進去裡面放 對 那這時候你的手藏不出空間來 他走過去就開燈 這感覺就超好的 對 接下來呢就是第十個很可怕的東西 電熱水器非常耗電 我們總共有分兩台 就是一個在前面 一個是在後面 那有一次我在後面洗澡 洗一洗呢阿寬他在前面洗完 他洗完他也在開熱水 然後所以呢他前面的熱水機也開始在使用 然後後面熱水機也在使用 兩個一起打開 哇整個大停電我真的是傻爆眼耶 我真的是跳電 半夜三點大跳電我真的是很可怕 然後就要去找總開關才可以打開 然後我們上個月我們十二月進來嘛 我們到二月結算電費 我們一到三個月喔 總共四千多塊 對 四千多塊超貴的 四千多塊的概念是什麼 大家可能沒有什麼想法 四千多塊就是我們樓下第一層跟第二層 加起來乘以二 跟你更正一下他的時間是到二月十五號 喔還不到二月就對了 對就還沒有到三月啦 嗯就是時間是十二月到二月十五號 因為我看人家在上網查 其實他們說一個月大概兩千很夠用了 我們居然四千 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現在還在找原因啦 但是目前已經排除是洗碗機的問題 看一下到時候到底是什麼問題 如果大家有知道什麼 在家裡會非常耗電的東西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比較好去抓那個原因 因為我們在想說如果電熱水器兩個一起打開 就會跳電 代表說他是不是電力會耗很多 因為他電力太大 所以他那個保護開關會自己跳掉 所以代表說他這個電流很快的過去 應該是蠻大的 那以上呢十點就是我們覺得呢 最後悔的地方 大家可以再改進的 對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 好接下來呢就是最滿意的喔 下一趴呢就是最滿意的部分 也是一樣有十點 首先第一點呢就是廚房拉門 那廚房的透明拉門啊 大家來都覺得哇超級漂亮的 你也是那麼覺得吧 我覺得他隔音意外的好耶 因為我們在開那個抽油煙機的時候 把那個拉門拉起來 還真的有點隔絕的作用耶 不是那種一點點都是你有感的 然後如果有一些那種油煙味的感覺 事情拉起來就不會有味道了 他就等於是一個小型的烤箱 然後他唯一的出口就是抽油煙機 我覺得這設計挺好的 然後我們如果晚上還有一些東西 怕狗狗會尿尿的話 我們都會趕快關在裡面 然後拉起來狗狗就不會進去尿尿了 他們也打不開 然後重點是呢 他的樣子我覺得很漂亮 因為他是白色的 所以我覺得就看起來還蠻含氣的感 但可惜可能以後會比較容易長 那到時候再說 那接下來呢就是暖風機 暖風機其實也是我覺得 很耗電的一個東西耶 也是啦 但是他真的是在這個冬天幫了我們超多燈 我們幾乎每天都用到 因為我們常常有時候醒來超冷 然後要去摔牙吸點 那個水又冰冰的 但是我們開暖風機開完之後 直接進去都不會很冷耶 然後每次洗完澡之後啊 就可以開暖風機 讓他比較快乾燥 完全不能忍受廁所濕濕的感覺 對我是一點點濕濕都不能接受 所以那個對我來說真的非常重要 對 下一樣東西呢其實啊就是 詢溫度非常非常高的 就是我們有在限時動態裡面有分享 就很多人在詢問說 這到底是什麼妙東西 這台就是可樂的順時調溫進水器 其實他就是像我們的飲水機的概念 然後你看喔 他就是非常的圓潤 很漂亮耶 而且他是完全隱密的喔 你要輕碰他一下 然後才可以喚醒他 然後呢他其實也可以讓你黏在牆壁上 因為他後面其實有附一個這個雙面角 你可以到處黏 他離很遠啊大概是五尺內都可以感應得到他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科技感 那他搭配的呢就是這個龍頭 那我們那時候選擇的就是這種銀色的 他其實還有出新的顏色 有黑色金色還有玫瑰金的樣子 那我們選擇的是除下型的 直接給大家看一下下面的內容物有什麼東西 我覺得還蠻輕便的啦 然後我們安裝的時候會有專門的寄絲來 然後他會把你從不會交到會非常的細心耶 另外啊他這裡面其實還有一管啦 他在上面也會幫你寫說一個時間 所以讓你呢不會忘記 那他其實還有出一款就是桌上型的 如果啊你們想要諮詢的話也可以去跟他們預約 他們可以就是免費道府評估 那我覺得這台呢就是真的非常方便 因為我從一大早起床就會用到他 例如說呢裝水我就會給他這樣靠著 然後放著我就可以先去做其他事情 那他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喔 就是因為他有快捷鍵 你看呢我只要長壓一個2 就變我的設定了 對他的這個容量是500然後50度C 因為我想要讓阿寬喝就是比較溫水 喔他在出水了 對他就會開始這樣慢慢出水 我們只要在這裡設定好之後 然後按快捷他就會自己出水 另外呢他其實也可以用手機去控制他 就是他上面啦還會提醒你說濾心更換的時間 那你就可以按照他的時間是哪時候要更換 然後呢還有一個叫做熱殺菌狀況 就是他會提醒你說哪時候要開始熱殺菌 他都會提醒你 就非常的人性化 然後我們的水也已經好了 你看我們就是放著然後不要理他 我們做自己的事情水就會好 另外呢我還用他來泡狗的飼料 因為我們狗比較老 所以他喜歡吃軟一點的飼料 一下子就好了 停 那泡完狗飼料之後呢 其實他的任務還沒有結束 因為呢他還要用來幫我泡熱奶茶 那熱奶茶呢他其實包裝後面呢 都會寫說 毛數還有幾度C 他後面都會給你個建議 那我就放上去之後呢 不要把他喚醒 他旁邊呢其實有很多的圖案 那我選擇這個熱咖啡的按鍵 他就是100度C 200ml 就是很精準 所以我覺得用他來煮泡麵啊 或是煮火鍋之類的都很方便 因為他就可以幫你很精準的 算出他想要的毛數 你看就差不多這種 剛好一杯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Claire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薦大家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去他們的官網去下單 然後他們也都會有線上諮詢啊 線上的客服 因為我之前其實有遇到說連線的問題 然後我就一直問客服 然後他就親力親為的趕快把我教好 也算是熱心解決啦 非常推薦給大家喔 最後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很懷疑說 他的毛數到底是不是準的 我們今天呢直接來實測給大家看 來他這上面其實有個刻度 就是100嘛 那你就是對齊他 那我這裡可以選擇100 然後你稍微等候他一下 他就會留下來囉 剛剛好在那條線上 我就是看到他100整我就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另外呢 我來給大家稍微測試一下說 你要怎麼更換他的毛數還有溫度 其實你可以在手機上面做更換 另外呢你有沒有看到他有1到9個鍵 這些都可以更換 還有旁邊這一排也都是可以的 那我現在按8 就是55度11還有55mol 就是你剛設定好的 他就是有很多快捷鍵大家可以做實用 那如果呢大家有興趣的話 購買可以免費幫你安裝 最後補充一下他還有其他的特色 就像是他是110伏特 不用改電壓也可以大出水量 那濾芯呢也可以自己更換 真的是非常方便喔 好第四點呢就是伸縮檯面 伸縮檯面是我們之後才加上去的 因為我們原本想說 欸根本不用什麼伸縮檯面啊 但沒想到因為我們多一塊板子 想說那個板子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跟他說要有個那個活動乳巾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時候拍很多那種開箱系列 桌子全部都會擺滿 然後這時候呢突然多了那一片 就覺得哇神器 幸好有他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機會也可以去利用那種 有什麼活動系列的伸縮的啊等等 因為他那個板子其實他原本的地方 是在那個電器櫃上面其中一格 對 但是我發現我們電器櫃已經夠了 我們就把那個板拆下來 發現好像沒有用 直接再請設計師把它鎖上去 所以那種色系啊什麼其實都還蠻易吃的 對蠻搭的 推薦給大家 那下一個呢就是伸縮的電視架 這個這個我也覺得很厲害耶 因為其實我姊姊他們是用固定式的 固定式我們有時候我們要插一些東西 我真的是 哇滿頭大汗真的有點崩潰的感覺 就是到最後沒想說啊算了放棄 對然後我們這個就是你可以左右這樣子伸縮 然後其實你在廚房可以看電視 在工作室也可以看電視 做最好的就是它可以往前延伸 然後你就直接頭這樣看 你直接看到它下面有洞 一目瞭然啊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的冷氣啊 跟電視架定的位置很像有點覺得不太對稱 不過它是可以這樣子移動的 所以就讓我覺得 喔很像了就是 還有得救啦還有得救 對不然就麻煩了 所以我真的推薦大家 如果有電視架的話 記得要選這種可以這樣伸縮一段的 對 下一個就是我們的升降桌 升降桌的話就是 因為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歡啦 對每天都在用的東西 用到現在還是覺得還不錯 重點是如果說做一做 我會覺得欸我想要越做越低 它還可以再來買調降 然後如果你東西要放的話 其實放那個桌子 因為我們狗狗會亂尿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按到最高 它就想要貪也貪不到的那種感覺 因為如果你在包包裡面放食物 那個鼻子都很靈敏 它們都會去聞 然後它就會聞到 所以我就會把它放在上面拉到最高 好 超讚 那下一個呢就是 利水架 CP值最高的一個淘寶小霧 就是如果你想要用的時候 你再給它攤開 不想用你再給它摺起來 然後放在旁邊 完全都不會佔位置 然後其實我家人 他有買過其他的利水架 他都覺得那些尺寸啊 不太合 然後或是霧啊等等的 那個就是我們用過目前來說 最好用的 應該是說 你最好手拿 然後使用率最高的 而且重點是跟家裡的顏色也很搭配 對 下一個呢就是儲藏室 我覺得這一點呢真的也還不錯 你的意思是大家如果在蓋房子 或者是在規劃的時候 就是要有儲藏室就對了 對 就是可以放一些雜物 就像我們一些衛生紙啊 還是一些清潔用品 貓沙 都可以放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空間啊 可以讓你好好的利用 真的還不錯 那我們有兩個 其中一個不算是儲藏室啊 現在是儲藏室 目前而已 所以你看大家一定要留一個儲藏室 不然你一個房間就會消失了 下一個呢就是我們的釣扇 釣扇我也覺得真的非常好用 因為很多人在問耶 它可以開燈 然後它的樣式也很漂亮 而且啊這個釣扇就會讓你覺得 在這個客廳裡面的大家都是涼的 因為不像我們房間那種無夜室 它就是一個角度而已 對 所以你可能就比較存不太到 而且我們的釣扇就是 剛好是在冷氣的正前面 所以你冷氣開下去 然後釣扇再捲下來 你會覺得夏天也很冷 你在開暖氣的時候 你就一下子就很暖了 對 那我釣冷氣應該會更好用 然後呢我覺得它如果釣扇啊 放在上面的話 也不會覺得很佔空間 例如說那種直立式的電扇啊 放在那裡你想要掃地什麼 就覺得喔 會卡在那裡就對了 所以釣扇我覺得真的還蠻推薦 大家可以裝的 接下來呢就是台燈 台燈的話就是我後面這個 雖然它只是佔在那裡 真的還蠻少開的 不過我覺得它就是很漂亮 然後是一直很高 只要一千塊左右 然後所以就是也推薦大家 因為人家說很像一個家裡面 有一個台燈 就是會點亮的感覺 擺在那裡 覺得有點裝飾的作用 然後重點是 它那裡有一個小抽屁 所以我們也不會放一些 什麼充電的東西 那以上呢 這就是我們的 時好時壞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呢 對於家裡面的規劃 還有什麼可以參考的 也歡迎跟我們說 那我們在下面再一起討論吧 那我們後天再見囉 掰掰 掰掰